你说这些机器能不能值一台小抽的价格 说实话 这些机器的话真的是拿回来了 这些机器我们还会进一步检测 好 大家好 这里是iGG 很多粉丝为我你们每天背包客拿多少货回来才算是可以供应给粉丝 那么今天这一这一代啊 这一代就是我今天刚拿回来的从华将北 首先我们拆箱看一下 说实话 这一袋子里面可以确定可以买一台小车 到底他值多少钱呢 你们拆箱来看一下 首先这次有一款苹果笔记本 就是13款的 然后i581162300左右 然后我们再接着继续往下走 这款的话是15款的iLQ22716512G的固态 目前这款苹果笔记本的话就是3800左右 外观基本上可以打到个九成星左右的标准 再继续看手机啊 进度过来看一下进度过来看一下 首先这手机啊 都是今天我们带回来的 接着把这些手机的参考行情我都给大家介绍一遍 好不好 这边还有 啊 这里这里也有13破了麦克斯13这边都有啊 哎呀 这里好多啊 这里这里还有啊 你来看一下 进度过来看一下这些机型 首先这一款的话是13破了麦克斯啊 这些13破了麦克斯基本上是电池都能达到100的电效率 基本上官网都在保的啊 因为他不是自圆机 所以代保是很正常的 现在256g的话13破了麦克斯 目前的参考行情就是 7500左右 缘缝蓝的 然后你要其他的颜色的话 可能在机器是左右差100块钱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 十二破了麦克斯 刚好到了两台512G的电池下面有个99有个94 很多人要512G的十二破了麦克斯都是没有货 我们这两台手机见效率的话也短了很久 有个9994真的太难得了 我们拿回来的话是在5550啊 翻听好了有9994 然后我们再接着继续看一下 十一破了麦克斯也是今天我们从华家没拿回来的 啊 这里面也好几个啊 这里还有个叉是麦克斯 这几个机器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啊 十一 这个是十三破了麦克斯 这个是128的128的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128的话 目前在华家里也就是在 6755左右128的的话 外观机会上可以是量级 然后电池均为100 很多人找到苹果十二他终于回来了 挑了很久啊 47次啊 176天100然后160天 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是电效率有100充电47次官网 还有176天保修 这个官网 还有160天保修 都是极品来的 包括这里还有一台红色 目前的参加行情 像这种极品的机器 也就是 3900左右 当然红质的话要便宜100 再保的话 可能要贵到50块钱 一般的90多的 也就是说可能在3800左右 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走 这个11破了 麦克斯啊 这里有两台11破了麦克斯 把有台93有台98 然后98这个的话就是3800 然后这个93的话就是3700 我们再接触看一下其他的型号 哇 这个f6的一样的啊 这个还有一个12破了512机 也是刚到的 电池效率97 这个有256的 这个也是12破了 这个应该是13破了 这个塞破了的512机 它真的太难找了 很多人要我们找12破了512机的 目前这款手机的参加行情也就是说在差不多5000左右啊 我们再接着技术 再看见还没其他的 没错 还到了11破了512机的9597100 有白绿金 目前这样的手机参加行情的话 这个电效率都是高的 3350就会搞得定了 这个512机的 也就是说比256贵150 其实买这种的话 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有个12min的话128的前期视频 我也说了 目前这样的参加行情的话 就是375就可以搞得定了啊 无所版的 电池效率基本上是100的 你看 这个充电才49次 电效率100的外观 机会上 可以当新的了啊 量级的一个标准 你说这些积极能不能值一台小抽的价格 好 说实话 这些机器的话 真的是拿回来了 这些机器 我们还会进一步检测 我们的每天的工作量是挺大的 有些客服 有些服务真的服务不到位 即使我这方面很想对大家说真的很抱歉 真的不好意思 其实 由于客服太多 然后问的人太多 这些机器的话服务不过来 每个人买手机都要拍视频 拍图 然后对接视频 你想一下 一台手机对接半个小时 那十台手机呢 对不对 二十台手机呢 你们去想一下 这就是每天的工作量 好了 这期视频如果对大家选购有帮助的话 这些手机有兴趣的话啊 点赞关转地点击不上 简单就明确